大家好,现在很多花有的沙漠玫瑰已经开始长花芽,花苞,甚至是已经开始开花了 但是如果你的沙漠玫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长花芽,准备要开花的迹象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养护一定要做好一个控制 那么怎么控呢?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控水 这个时候浇水一定不要过多了,我们盆土干土了再少量浇水就可以了 这样子让植株处于一个相对缺水的状态,它会有危机感 然后基于繁衍后代才会更容易分化花芽,长花苞 其次就是要控肥,这时候控肥的话一定要注意主要是要控制氮肥的用量 如果占用过多氮肥就会造成它一直长枝叶而不开花 我们用肥主要是以磷甲肥为主,直接用磷刷青甲不含有氮元素 这样的话充足了磷甲元素才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 第三就是要控光,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沙漠玫瑰充足了光照 沙漠玫瑰是非常洗光照的,特别是开花需要充足了光照来进行花芽分化 我们基本上给它全日照养护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光照越充足,它开花才越旺 这个时候养护如果大家还在大水浇灌 然后给它遮阴适当阴阳或者是给它偏施氮肥来促进枝叶生长 就会影响到它后期的开花,所以这个时候控养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,本期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